廖長江議員 主席 陳偉業議員提出的動議 今次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 兩個發展區的前期工程設計和撼款項目 吳亮星議員是擔任財委會主席涉嫌有角色衝突 質疑他是否能夠公正公平地主持會議 經過我了解之後 基於以下幾點我是反對這個動議 首先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對一個會議主持者的主席 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亦都會受到關注 理應受到關注 但有關問題 事實上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是否應該作出申報 是否應該主持會議 沒有人是比當事人更加清楚 亦都沒有人能夠替當事人做出決定 這些是個別議員本身的責任 議員亦都要為自己所作的決定負責 承擔後果 這是一個首要的原則 第二 吳亮星已經預先申報 不存在明顯或者潛在的利益衝突 他擔任上市公司 獨立非洲人董事 和議員職務 是完全沒有任何抵觸 他擔任財委主席 亦都符合財委會議事規則 第十三條的規定 第三 這次動議提及的兩間獨立公司 是不同的法人 從事截然不同的業務 數碼通是提供通訊服務的供應商 業務並不涉及地產 而新鴻基地產的業務 亦都是以地產為主 和數碼通的業務 根本是互不相干 第四 吳亮星是擔任數碼通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對大股東、新鴻基地產 和他的業務 根本沒有任何責任可言 第五 這次動議 並沒有拿出什麼證據支持 但則質疑吳亮星主持 財委會的公正性 又說財委會的公信力 受到嚴重損害 這些完全是誇張、失實的描述 公道、自在、人心 不是說厚那麼急 就可以當作真理 代表提出吳亮星 是得到新地的支持 才可以擔任數碼通、獨立、非執動 我覺得剛才說投票的證據 是每一個董事都會得到大股東的支持 才做董事 並不代表得到新鴻基的支持 才能夠當上這個數碼通的非洲人董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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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